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介紹在我右手邊就是我們花蓮市的陽光市長 魏嘉賢 魏市長 市長好 主持人好 我們所有電視機的朋友們大家好 那在中間這一位也是籌辦我們這個太平洋重谷馬拉松 很辛苦 很用力 我們的文官所所長宋宇華 宋所長同康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在最右手邊這一位呢 大家可以看到 可能不是很熟悉喔 不過這一次我們的太平洋重谷馬拉松 真的很感謝有他 這就是我們的巴蒂斯國際開發公司 傾銷副理 我們的黃燕席 黃副理 副理好 主持人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那為什麼黃副理會來呢 等會就告訴大家 絕對是跟這次的太平洋重谷馬拉松 有很直接的關係 也很感謝他們的幫忙 好 那市長說真的 這個 今年度大家很痛苦很辛苦 那也很悶 對不對 好不容易下半年了 解封了 大家就很期待 一直從年初就在想 其實從去年12月5號就在想 今年的太平洋重谷馬拉松在哪裡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大家好害怕 不過今天告訴大家好消息 我們2021的花蓮太平洋重谷馬拉松 我們還是要辦喔 可是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市長我們當初考量是怎麼樣的掙扎 其實在整個疫情爆發的過程裡面 我們又考量到說選手的健康跟安全性 那本來今年有打算要停止辦理 但是因為我們看到非常多的跑者 那隨著我們政府的疫苗施打率越來越高的情況之下 那很多人也打到第二劑了 那對於國內的一個旅遊開放的程度 跟零確診的持續的狀況 那其實已經逐步的有像降級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也開始把一些活動重新來辦理 那有很多的朋友 跑友一直陳情到市長信箱 是不是能夠來辦理太平洋重谷馬拉松 所以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考量 但是我們所有的考量都必須配合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引原則 來辦理相關的活動 所以這個2021年的花蓮太平洋重谷馬拉松 我們在考量著這個防疫準則 還有大家的健康安全 還有所有喜好運動 喜歡我們馬拉松的鄉親選手們 大家的熱心 內心的熱切需求 真的好悶對不對 今年暑假大家都關在家裡 那尤其是全國的一些 不管是鐵人三項還是一些馬拉松路跑 幾乎全部停辦 那當初我們也在想說 5月爆發疫情 5、6、7、8月 然後默默的想說 哇我們的太平洋重谷馬拉松是在12月 那他就會在祈禱 市長您是不是也在祈禱 其實我們也是有跟很多的一個朋友 然後還有一些醫療界的朋友在做相關討論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辦理的時候 都會要求大家要出示黃卡 你至少要打一劑的證明 所以我們雖然有舉辦 但是我們的安全的規格跟規定 是比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甚至有可能到明年它會再降級 但是我們的標準還是很嚴格 希望這樣的一個賽事 除了帶來健康之外 也能夠兼顧到防疫 所以我們在這個前提之下 才願意來做相關的讓選手來參加 也希望報名以後能夠保證大家的安全 是要跟大家來報告 我們的2021華麗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是預計在2022年2月19號 來辦理 對來辦理 本來是今年12月可以辦的 可是因為我們考量疫情還有很多準備工作 然後也要很確定 我們現在國內的這個疫情已經有控制住 所以我們才敢敢開放報名 我們是從10月29號開始受理報名 一直到11月18號 我們今年預計人數有沒有控管 我們今年大概是會限制在7000人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希望說這7000人 當然前面的早鳥已經都報名結束了 聽說前三天就已經強暴了 所以沒有關係 我們雖然是參加在2022年參加2021年的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就比照東軍奧運的模式 對對對 但是2022年你來不及的話 2022年還有很多好賽事可以參加 尤其是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OK好 那剛剛市長也說其實根據這個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這個防疫準則 原則之下我們現在是開放報名 也願意在明年的2月19號可以辦 可是防疫規則還是很嚴謹 尤其是剛剛講7000人很多人 這麼多人要來 所長這時候你的工作更加量了對不對 本來要籌辦這一場幾乎萬人的賽事 你已經忙得不可開交 現在又要要求防疫安全 這部分我們文官所怎麼樣來做準備 那其實花蓮斯公所在之前的劍走活動 其實也有這樣也有操作過所謂的那個就是 疫情流行指揮中心的一些指引來做辦理 那相關入口的部分只有單一入口的管制 單一入口 對 然後就是如果超過就是那個溫度的話 那就是請那個民眾不要入場 那隨處就是會有一些指引的防疫人員 做一些就是方向的指引 然後就是我們剛剛其實市長有提到 就是報名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要行李出示 至少有打過一季黃卡的紀錄 要上傳到報名系統裡面 這樣子才算完整的一個報名的模式 這樣子才會有你的報名序號的號碼 才算是有報名成功 那這樣子其實我們在那邊呼籲 就是所有的那個民眾就是有參與報名的話 都要遵守這樣的一個規則來就是上傳 之後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其實現在的疫情的狀態 其實是逐步解封的狀態 但是我們也不希望它會在未來 會有什麼樣的起伏的狀態下 所以我們也是比照就是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相關指引來 來做滾動式的一個調整 那防疫其實大家現在大概已經近兩年的一個狀態 其實口罩的部分 就是除了賽事的本身之外 那在賽場的環境裡面其實都要戴口罩 那這是最基本的 然後防疫的部分就是隨時我們都會備有酒精的部分 來請民眾來做就是擦拭的部分 那現場的有一些就是攤位的擺放 也是會請這些攤箱就是不住的攤箱 暫住的攤箱如果來做就是現場的一個攤位的擺設的話 也會請他們做一些相關的一個防疫措施來避免就是 因為剛剛有提到大概7000人走位 其實人流是非常的大的 那不論是就是分組分段的出發 它終究還是會回到主賽場裡面 所以主賽場它主要的管制就是單一入口管制 如果說就是平號碼部可以隨意進出是沒有問題 但是還是要依照相關的指引模式 就是如果溫度體溫過高就是不適宜入場 那我們也是希望就是在這邊呼籲民眾就是遵照 中央流行指揮疫情中心的指引來做 來做就是賽事的一個進行 那主辦單位這邊 荒原市公所其實也很辛苦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賽事的舉辦 其實市長這邊也有再三的交代 就是說其實我們都要彼此要注意彼此的安全 不論是主辦方或是來參與的民眾 都要對這樣子的一個防疫的措施 都要做比較高度的一個遵守 所以我們其實不管是文官所 或是荒原市公所其他的活動 都要以這樣子的一個高標準來做 後續的一個處理措施 所以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就是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就是身體保養好保持你的健康 然後在明年2月19號 準時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其實我剛剛想到了就是 其實我們已經很開心在2月19號 可以來參加這個賽事 那可是這段期間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 又加上跨年 又加上過年 這個人潮的流動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希望 國內還是可以很安全 不要有任何一波的意外狀況 那重點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自我的防護 我們要Hold住 不過現在就是要Hold住 大家現在稍微鬆綁一下 不過大家不要掉以情形 還是要Hold住 那希望在大家嚴謹的控管之下 能夠讓疫情持續平穩的往下降 不要因為擔心覺得又來個跨年 又來個過年 人潮的大流動之後 或許又造成一些 讓大家覺得很害怕的事情 所以要撐住 但是不要害怕 那我們還是會依照 疫情指揮中心的一些指引來做 逐步滾動式的調整 那花蓮施工所其實在這裡 應該是非常有能力來處理這些事情 好的 那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不只公布我們努力 我們自己個人也要更做好 大家一起來對抗疫情 讓生活趕快回復正常 舒服快樂的生活這樣 我剛剛說了 今天要很謝謝我們的這個 巴蒂斯國際開發公司 聽說這個衣服是特別為了 我們太平洋縱骨馬拉松 量身打造病治的對不對 黃副理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是 其實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次的這個選手T-shirt 也是我們跟花蓮施工所這個設計師 去打造一起把這個圖案 然後跟我們這個機能布料 一起來做結合 那我們考量到說 我們台灣的一個潮濕悶熱氣候 還有馬拉松式 不管是42K 還是我們到那個所謂的5K 其實都會很注重我們身體的悶熱 這個排汗 所以我們用的布料是 也是為了這次我們馬拉松的一個活動 然後特地選定了我們用一個最新的科技 那它特別強調它的透氣 然後還有它的一個把汗水快速的揮發 那這樣子的布料機能是絕對是 我相信是我們這次把選手T-shirt最大的效能 把它做到最好 是 所以這次我們報名就有嗎 對 聽說這個也是我們有贊助很大一部分是不是 其實我覺得聽市長講過 這是無敵的馬拉松 我們就用無敵的T-shirt來 布料來做一個搭配 是 所以只要是報名 我們2021太平洋中國馬拉松的報名者 只要通過報名 你有上傳黃卡 通過了給你一個選手碼之後 還要繳費啊 對 基本費 基本的這些行政費用還是繳 那繳費之後呢就可以收到 每一個人都會有 每一個人都有一件 市價一千 1380 1380 可是我們報名費沒那麼貴啊 是啊 所以真的是半百半相送 真的是完全的大力相挺 很謝謝我們的這個Budis公司 而且不只是報名的選手 有機會一人得到一件 聽說只要是報名參賽選手 我們公司這邊也會有後續的一些 配合的限量優惠 只有我們參加這個活動的選手有對不對 對 其實 這一次呢 我們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我們特別就是 我們把六折 六折的這個新品 我們直接端出來 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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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冬新品 2021秋冬新品 對我們來參加這個馬拉松的 參賽的民眾 我們直接把六折 對 真的 我們直接打六折 這個是我們 這也是我們 16年了 我們這個公司團隊 從國外的品牌代工 然後一直演變到我們台灣的品牌 我們這16年來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對啊 新品打六折去哪裡找啊 是 通常都是要換季的時候 八折才 八折開始跳 是 週年慶也才八折 你們新品就打六折 那真的是 我們週年慶就差不多八折左右 對啊 直接新品打六折 這是很難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八折公司公司也是我們 現在是我們MIT台灣製的公司 是 我們網路上Google一下 八折子 BATIS 搜尋一下 現在大家都很會用手機啦 搜尋一下就可以看到 很多優質的商品 除了T恤之外 有很多的衣服 還有運動機能比較多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外套 然後我們的現在很流行的 機能的上衣 然後短褲長褲 對 好大家Google一下搜尋一下 那如果還沒有報名 為了要拿六折趕快報名 還有名額吧 還有名額 還有名額啦 五公里也沒有關係 趕快來報名就有機會 然後你憑你選手證 就可以來跟我們BATIS拿 新品六折 秋冬買一個清封印是很讚的 衝封印很棒 我都知道 我又買 在花蓮也很方便 因為花蓮圓擺 BATIS就有色櫃 在圓擺三樓 有色櫃直接色櫃 所以花蓮鄉親直接在花蓮買也可以 那選手 選手當天來直接到我們圓擺去買也很好 把消費金額留在花蓮 對 沒錯 也不錯 好 那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然後也一起來選擇好的商品 優質的廠商的商品 MIT要品質保證的 好 那市長我們也知道其實 我們今年的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第幾年 我們算是第七屆 第七屆了 已經到七了 Lucky7 那是我們六塊獎牌 對 我們獎牌是第二年才開始 第二屆 第二屆才開始 OK 好 我們這七年來 其實已經打響了我們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在國際喔 不是在台灣喔 是在國際的知名度 我們是不是我們的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這幾年也發現 哇 好多的國際知名的一些 不管是網站啊 雜誌啊 票選 我們都排名在很前面 是 那在日本的一個跑步者雜誌 他曾經在今年五月份 也有大力的報導 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那他很少去報導國外馬拉松 罕見的這一次來報導我們台灣 我們自己的一個賽事 那也證明說 我們也努力的把賽事行銷出去的這個 這個結果後有好的結果產生 那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其實我們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也經由很多網路的一個票選 等於說點閱率或是好感度裡面 是最佳的一個馬拉松 就成如剛剛黃副理所講的 我們是無敵賽事的馬拉松 對 那個號碼簿 它涵蓋了所有花蓮的觀光業者 對於這個賽事的一個支持跟投入 所以我們真的也歡迎所有的跑者 來到花蓮不只是觀光而已 也來這邊運動 然後也來消費 那我們也支持我們在地的一些廠商 比方講以我們國內 新開始在走自主品牌的Bartis也好 我們做相關的結合 那還有我們在地的一些 我們的一些娛樂業者 飯店業者 民宿業者 民產業者 通通結合起來 還有賞金業者 希望把這個產業能夠越做越好 所以我們交了很多朋友 像前幾年有交到PT布袋系的朋友 到現在為止持續的都在支持我們跟贊助我們 所以又看到他了 受還金 聽說明年也是有大戲要上檔 對 所以我們是把很多的產業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的想法就是要把花蓮這個賽事 變成是全國賽事之外 也變成全世界 跑者會來到台灣的一個理由 然後來到花蓮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 所以其實我們花蓮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真的真的已經把花蓮帶上國際了 尤其透過運動來交朋友 那真的是一個更正向的能量的一個集結 我相信大家來到花蓮好山好水好空氣 就是一個適合好生活的地方 更適合運動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樣的一個賽事 真的真的就能夠把花蓮的知名度給打下 也可以做到一些不管是城市外交啊 還是一些旅遊觀光的一個促銷行程這樣子 好 那所長要請妳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今年的路線規劃有不太一樣嗎 今年的路線規劃其實跟往年都差不多 差不多 OK 那一樣起點是在花蓮美輪田徑廠 那5K 10K 21K 42K 其實全部的分組都是從這個點往前出發 那5公里呢一樣是從就是美輪田徑廠北上 然後往東岸街 然後迴轉回來到美輪田徑廠 那10K的部分也是從田徑廠然後往北到85度西進自行車道 然後到那個北濱外環道的上最尾端的部分做折返 那21K的部分呢一樣剛剛是同樣的同步的路線 那21K半程馬拉松是到台開的農場那邊做迴轉 對 那最遠的呢42K那就是沿著太平洋的路徑 然後一路繞到花蓮大橋再上到海洋公園的那一段太西線 在做折返 那這樣的路線其實太平洋跟縱谷其實大家都會 不管在哪個路線上面你都會看得到 都欣賞得到 對 那還有就是中央山脈你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希望就是當天是非常好的天氣 可以讓大家就是山海的一些風貌都可以 就是歷歷在目這樣子 是 2月19號應該是春天啦 春節剛過 春天也是個很好的季節 不會太熱 又不會太冷 大家就是春節吃太飽 太飽之後就出來走走路 要運動一下 消耗卡路 消耗一下對不對 OK OK 對 我們1月31號是除夕 所以這個2月連吃3天5天之後 到2月19號趕快來運動一下 大概還有10天左右的時間 可以讓你育養一下體力 可以好好的回復一下能量這樣 所以這是其實太平洋縱谷馬拉松 就是可以看到美麗的太平洋 看到美麗的化妝縱谷還有中央山脈 這真的是無敵的一個馬拉松路線 真的是無敵的 除了無敵美景之外 還有無敵的贊助 好 那我們的獎金的部分呢 今年也是有獎金對不對 對 今年還是有獎金 對 沒錯 那各分組其實全程最高獎金是3萬塊 對 然後半程是2萬塊 那依序往下走 那其實大家也不要看獎金啊 其實來參與都已經超過獎金的金額了 對 我覺得比較多要的是那個牌子 市長 你剛剛說的第六片 今年是第六片 對 今年的我們的這個牌子 要不要介紹一下 是 今年我們要很慎重的跟大家介紹 好的 有在收集的朋友 千萬每一年每一年都不能漏施掉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去年有一位跑者 副理鄉的鄉親 抓著我說 市長我們希望我們有副理的獎牌能夠呈現出來 我們馬上就幫她做了這樣子 所以經理的主題是副理 對 所以許燕池馬上就給她完成了她這個心願 對 那我們這個副理的獎牌是特別的找我們當地最著名的火車站 也得到一些大獎設計的火車站 來把它當作副理的一個代表 那當然還有金針花 那把副理的意象把它呈現出來 對 那你希望說這十三面獎牌 真的是鼓勵大家跑者來蒐集整個花連線 那如果說一個人來跑很無聊 我們可以邀十二個朋友湊成十三個 然後就可以湊成一個圓 真的 是 好 所以今年是第六面 對 第六面獎牌 我們大家還記得嗎 第一年是收封的海洋公園 再來是東大門夜市 花蓮市 再來是鳳林 星光車站 然後再來2019年是新城的光榮博物館 還有七星潭 那2020年是我們的重古 中橫公路的那個牌樓 對 秀林鄉 秀林鄉的 所以今年就副理說我也要 我也要 不要老是把Focus放在北區 對 我們從最北到最南北 最南都有了 所以現在我們慢慢的還要把中間串起來 所以今年度是副理鄉的意象 所以這個牌子也很棒 大家一定有收集的朋友 千萬不可以露死掉了 很多人一定本來很緊張說 糟糕了 今年疫情我少了一個牌子 不要擔心 補給你 來報名 來完賽 就有機會可以把我們的牌子帶走這樣 好 所以這個今年還是很 很用心 很努力 很堅持 然後又要接受這個疫情防疫的考驗 所以我們的2021太平洋中國馬拉松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辦得完美 然後完善 讓所有的跑者來到花蓮覺得很放心 也讓花蓮的鄉親很開心 也很安心迎接 來自除了選手7000人還有家屬一定是破萬 所以不管是這個美好的路線啊 跟這個高額獎金還有很棒的獎牌要收集之外 那我們也很感謝每年都要很感謝所有花蓮在地的企業 他們能夠一起來力挺我們的馬拉松賽事 那今年是不是又集結更多更多的業者來參與 那我們今年真的要謝謝巴提斯公司 特別跟我們一起聯名來做這樣的一個賽事 那我們過去的老朋友像海洋公園 其實維持過去號碼簿能夠免費入園的一個次數的部分 那我們還有光榮博物館 還有星光照封農場 理想大地 慶修院 松原別館 還有花蓮縣石雕博物館 跟我們金世界的賞金公司 它特別給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優惠 那這些優惠真的是物超所值 你只要報名絕對都超值 對 鄉親啊 趕快來報名 那我們這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優惠醫學 名產店啊或者是醫學 那這些也是我們老朋友 那曾師傅阿美麻糬 德力豆干 餡餅跟風興餅鋪 那就是會有九折到九五折之間的優惠 那我們也是希望就是透過賽事 觀光活動的部分 可以讓更多人來到花蓮 來品嘗一下在地的好風味 而且這些伴手禮 大家歡迎踴躍的把它買回去 都有折扣 平常過年也不會有折扣的 沒錯 應該是沒有折扣吧 過年沒有折扣 過年不會有折扣 我也印象中沒有 所以只有我們太平洋 中國馬拉松有折扣這樣子 那如果很多選手要來住宿啊 也會飯店部分也是都有很多 對對對 那我們在官網的部分 其實都有把一些民宿業者的折扣 放在官網上面 那如果說各位就是有來報名的民眾 如果有就是住宿的需求的話 可以在網站上面 那如果已經報名了就趕快訂房 對 我們也很怕2月19 沒有房間可以住了 對 有可能啊 想要住飯店的去找飯店 想要住旅館的找旅館 想要找民宿的去找民宿 那搭帳篷的可以搭在市公所前面嗎 可以啊 因為訂到最後訂不到的時候 可能就 因為花冬本來就很熱 尤其慢慢開始疫情趨緩之後 聽說現在各大民宿各大飯店 都已經是房間搶到不行 對 那因為活動的日期是2月19號 其實距離春節後 大概也是一個禮拜左右的時間 那大概那個時間 其實大家應該都還在各地娛樂遊玩之類的 所以趕快訂房間 趕快訂房間 所以相關的訊息有優惠折扣 不管是住宿啊 或者是你想要採買 或者是你想要搭配什麼活動 在我們的市公所的官網上 在太平洋眾古馬拉松的官網上 都會詳細的記載 所以你的任何報名的選手的權益 你覺得我報名之後 我有哪些好看我都不要漏掉 我每個好看我都要拿到 請你上網上去看一下做筆記 要抄下來 每一家店打幾折 我都不要錯過 我每一家店都要去買一點 那我們的衣服一定要買 新品六折 一定要買好幾套 對不對 沒有問題 一定要買好幾套 新品六折去哪裡找新品六折 現在週年慶都只有八折 都還騙人 還說買五千送五百 我還要累積很多 讓我們的BODYS很有誠意 你直接我們的2021、2022的新品 就直接給你下六折了 喜歡趕快上網訂或到原本來買八袋回家 那所以我們很開心很開心 聽到這個好消息 也透過今天的節目跟大家來報告 我們2021的太平洋眾古馬拉松 我們還是要舉辦 只是時間定在2022年的2月19號 就是明年的農曆春節過後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喘一下氣 吃太多了 我們記得像剛剛所長講的 吃太多了 要來運動一下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 如果沒有辦法很專業的跑21 沒有辦法跑42 沒有關係 五公里也很不錯 挑戰一下十公里更好 可是名額有限 請大家報名要快一點 那所有的好康呢 在我們的官網上 都會有詳細的跟大家報告 請大家能夠好好的來參佐一下 重點就是不要錯過 獎牌第六面了 第六面了 一定要帶回家 好 市長 是不是最後來跟大家 來做一個廣大的邀請 還是要邀請大家 到時候報名以後一定要到現場 我們現場備有烤乳豬 還有很多好吃好玩的東西 歡迎大家 那有一些公益的部分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做公益 參加的是勇士 玩賽的是英雄 是 歡迎大家一起來當勇士 一起來當英雄 那所長講的 報名要記得繳費 這是很重要的 才可以拿到我們的這件T恤 然後也可以拿到我們的選手證 沒錯 那歡迎大家能夠2月19號 一起到花蓮來享受 這個國際級 而且是無敵級的馬拉松賽事 那也歡迎所有的花蓮相親朋友 我們用最大的熱情來迎接這些來自全台灣各縣市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力挺我們的馬拉松賽事 今天很謝謝市長 很謝謝所長 也很謝謝副理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節目主題再見囉 拜拜 1 2 3 4 4 4 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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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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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1 8 9 9 5 6 1 5 4 6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